我们教保员协助家长喂药只是一个服务的性质 我们并没有那个义务 那我们教保员也不需要再继续为家长做这样的服务 而被社会这样子无穷无尽的踏伐 逾气带着无奈 更多的是被冤枉的气氛 因为新北私幼喂药案延烧下 让教保员就像剑靶 而最新检验结果 细致幼儿园一共80名幼童接受裁剑 其中77人要检结为阴性 至于鞋检16人中 15名孩童在一维克每毫升以下 但有艺人毕竟临介职 还要再进一步做直谱仪检测 质疑中子发酵 现在中华国际幼儿文教联合总会 和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 双双发出声明 全面停止喂药 生病不入校 老师不喂药 我们教保员重新受到家长的认同 跟社会的认同之后 我们如果家长有那个需要 我们再继续这样的服务 强调等风波过去 理清事实后会再逐步调整 其实最近就有幼儿园 特地在通知家长 一定要在拖药单附上 医师处方签 还要分装 仅限当天分量的药品 否则数不喂药 甚至还有幼儿园 将小朋友的皮皮膏和乳液 统统退还 表示没有处方签 不会帮忙擦药 难免让家长觉得矫枉过正 喂药的话 那也不能中途上班一半就回家喂啊 去安亲班喂啊 都不方便啊 这些老师是受害者 跟小朋友一样 其实教育部也说了 没有强制幼儿园得协助喂药 但根据幼照法规定 幼儿园必须订定脱药措施 也就是落实三毒五队的SOP 如今喂药案争议 支不住从官方到幼教体系 甚至家长 教报员 似乎有着无法跨越的信任鸿沟 华语新闻由博之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